Hello,大家好,今天是5月3号了 最近几天更新都比较慢,也没心情弄 说真的,每一个阶段吧,都要反思自己,思考自己过去做了什么 或者想的东西对还是不对,是吧 那么发现了有些不对,或者感觉到有些心里没那么踏实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慢下来,要停下来,慢慢想,对吧 你不思考是不可能找到自己的错误的 你连错误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去改变错误 或者一些习惯,是吧 特别是思维里的习惯 那么,你像我现在做油管 的确有点收入 但是不对啊 我把油管当成我毕生的事业 我做个几十年 还是我想干嘛,是吧 那么,还是要做正经的事 所谓的正经的事 当然我不是说做油管不正经啊 我说的正经的是,是我还年轻 我可以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 咱不能把精力全都放在油管上 当然,我也不会说是就油管频道啊 推特啊,我就停了,对吧 我干事去了,也不会 只不过呢,更新的频率会降低 质量呢,也不一定会提高 可能偶尔有点什么事情了 想大伙了,上来比比两句 是吧 不然的话,你说中文的博主 特别是时政评论 基本上聊的都是那些话题 那些事,对吧 你聊,我也聊,他也聊 当然大伙可以说呀 就要听不一样的声音 这是不对呀 我别跟大伙掺和了 比我聊得好的 比我讲得漂亮的 比我分析的层次更高的人 有的是 是吧 我马亚军不是职业干这个的 我也不是科班出来的 我干嘛跟人家拼这个 是吧 的确有的时候 老王说你们的视角不对 我可以从底层视角啊 从这个商业商人的视角来看 曾经为此沾沾自喜 洋洋得意 但是一旦你洋洋得意的时候 特别是我每天两更那段时间 把这玩意当事业的时候 其实就是不对了 其实就是不对了 干嘛呢 每天七拼八凑一些 新闻热点事件 追着跑 然后嗶嗶叨叨 是吧 我把后边十几天的视频吧 挨个捋了一遍 我发现 我发现没什么新鲜的东西 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没有上涨 我的思维能力反而在降低 有很多的错漏 是吧 实在没得聊了呢 就那天喝了点酒 可是愣骂街 这个也不对 脏话不是不可以有 为啥 那些坏人 对吧 特别某些组织机构 团伙 你只能跟他说脏话 他连人都没 都不算是吧 他没人性 你跟他讲道理吗 你跟他讲道理 他跟你耍无赖 对吧 那你碰见这些人渣无赖坏人 你不就只剩些骂街了 他们干了那么脏的事 我连骂句街都不行 是不是要求的太高了 是吧 就像最近几天吧 墙内的网上流传的一段小视频 说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 身材啊 样貌啊 都非常好 然后呢 精神病了 他应该是学舞蹈的 就在一个小镇的大街上 自己跳 光着脚 跳得非常好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看到这种场面是什么想法吧 可能老王第一个想法就是 怎么没人管啊 他的家人呢 当地政府呢 民政部门呢 残联呢 是吧 这是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社会 这种人流落街头 就必须有人管 不然呢 我们亲爱的祖国 要这干嘛使啊 是吧 我们形成一个集群 干嘛用啊 不就是为了老有所养 又有所依 残有所住 对吧 还能涂啥呀 涂他天天给我发钱 对吧 我家里一躺啊 政府就养着了 不可能啊 所以我第一个想法或者直觉肯定是这个方向 我不可能去想到啊 或者那帮人肯定是直觉想到 肯定不想政府有没有责任 他先想着 哎呀 这要是有个老实人把他捡回去啊 锁起来 生他个八九个 哎 这个女人就要感谢他 给他一碗饱饭吃 让他多活了十年二十年 这个叫 人的想法吗 对吧 这个叫不就是没人性吗 甚至 咱都不说 是不是违法 对吧 这个可能 就是两种人吧 我跟那种人 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 我也不可能跟他再去讲什么道理和人话 讲不了 他们永远是先把第一责任人摘掉 也就是政府 永远都是 所以 对这种人吧 我只能骂街 是吧 但是一想也不对 我骂街给谁看呢 给谁听呢 是吧 给你们听呢 我又不是当他面骂街 以后这个毛病我一定要改掉 如果是能当着谁的面 我可以给大家直播老王骂街 甚至直播老王 触犯一下行政治安处罚条例 是吧 打他一嘴巴 给他两万块 拘留十五天 可以 这个是正事 或者我刚刚 想通的一个点 不然的话 我天天对着屏幕 对着摄像头 在这儿脏话连篇 真是有点对不起大伙 那是让大伙看的 是吧 你们觉得老王在帮你们骂他 可能是这么想的 是吧 但是我觉得不对 我还要再仔细想 然后最近 我要再降低一点更新的频率 大伙也休息休息 到其他的频道去看看 有什么重大的 或者突然我又想通了什么 一点点东西 我的心路历程 我的改变 我是想让大家看到 我想让大家知道 对吧 包括最近的这个水道上山 这个事 其实在1972年73年的时候 北朝鲜就这么干的 金日成大手一挥 一声令下 就是全国范围之内 开山造田 甚至在沿海海边 都叫什么水道入滩 到海滩上种水道 牛逼吧 然后朝鲜本身就是秋陵地带 半岛气候嘛 每年有季风啊 有台风啊 多雨 雨季比较集中 所以只要你一开山 朝鲜当时我记得一个数据是 72年的时候 朝鲜的森林覆盖率是70%多 然后到七几年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 朝鲜的森林覆盖率只剩了30%多 甚至连那个图门江出海口 都被他修了大坝 就跟那个三峡大坝一样 8万多公里吧 是8000多公里的啊 但以后这种数据我也 我就凭记忆啊 差不多就行 大家可以去百度去搜索 也给大家留一个思索的空间 是吧 我也不是什么学者 搞那么严谨干嘛 差不多是个故事 然后呢 当年的玉米啊 产量啊 就是美国的30多倍 就有点像中国的母产10万斤 那个差不多 所以你看森林覆盖率没了 一直到现在 朝鲜的这个泥石流啊 洪灾啊 干旱啊 也是一直困扰着北朝鲜的 甚至如果不是金日成当年 那么祸害改变生态 人定胜天嘛 朝鲜在72年之前 并不缺粮食 明白吧 当然朝鲜一方面祸害自己的生态 制造无穷的灾难 流毒至今 也修复不过来了 是吧 然后 另一方面呢 在七几年 在国际市场上 大笔的收购粮食 抢粮食 其实 就是在为 战争做准备嘛 是吧 那么 或者在 在为 发动战争之后 带来的 全球性的 国际化的制裁 做准备 闭关锁国内循环 差不多 但是 现在的 中国呢 开山造田 破坏生态 一个三峡大坝 让整个长江 中下游 连年 内涝 连年水灾 引发板块 这个什么 负压呀 是重压呀 引发地震 这些东西吧 哎 包括 长江的什么 巡鱼啊 啊 长江的豚啊 白鸡豚啊 是吧 都灭绝了 这种东西 都是要遭报应的 而且他不会说是 报应一茬 一年就完事 金日成 用了两年 三年时间 改变朝鲜的生态 一直到今天 朝鲜还是挨饿的状态 因为把本来能种的田 本来很肥沃的 那一点点田地 耕地 都祸害成了 盐碱地 对吧 他把山给毁了吗 年年的泥沙下来 泥石流一下来 冲到耕地里 这片耕地就废了吗 是吧 所以直到如今 朝鲜还在饿死人 那么 之前中国有30%多的 主粮依赖进口 50%多的大豆依赖进口 百分之多少的 副食品依赖进口 那么 经历这一茬 祸害 都不用说是 三年大跃进 今年这一年 2023年的祸害 到2024年 甚至都挺不到 到2023年的雨季 就能看出来 报应就要来了 是吧 两三年之后呢 可能 中国的耕地面积 反而会因为 洪涝灾害 因为台风 因为地震 因为各种 各种人定盛天 带来的灾害 毁成 只剩下10万亩 是吧 或者毁掉 三分之一 让原本 进口30% 就能够维持的 这个口粮 变成 进口80% 也维持不了 中国老百姓 只能回到 草根树皮 挖野菜 对吧 吃蛆 吃蛆 高蛋白 低脂肪 是吧 很多东西 还是要静下心 来慢慢思考 你看 咱们这么聊天 多好玩 就比老王在那 你看水到上升了 今年要 要红嘴了 要什么了 那只是一个表象嘛 讲讲它到底会带来什么 或者看看历史上 有没有例子 像北朝鲜的例子 其实就在眼前 但是前边那 一个来月 我根本都没想过这事 所以 慢一点 多想 是吧 你们也别 在下边吹更 给那喊老王唱得好 是吧 别跟我来这套 别来这套 我不信 对吧 我信你个鬼 哎呀 这么着吧 咱们 明后天再见 下期更新 还在下一期 朋友们好 我叫王爱国